来到3007 刚一敲门 小青就打开了门 要冯明杰进去 东西都在吗 小青点了点头 都拆好了 放在床上了 巨大的席帽丝上 放满了部件 冯明杰没有犹豫 看一看时间 现在是晚上11点50分 会面就要开始了 富哥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 奇奇怪怪的 小青好奇地 拿起一个黑乎乎的玩意儿 翻来覆去地看 富明杰摇了摇头 拿了过去 有些事儿 你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 这些装备 都是唐柔寿军方搞出来的 多人拆散交给小青的 这个圆乎乎的 叫庇护爬行器 功能很简单 就是利用压力 进行高处建筑的外壁移动 这东西一装使身 就把小青吓了一跳 富哥 难道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 零零七 富明杰苦笑 记得 我回来之前 无论任何人敲门 不能开 小青进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说了 今天的天气是真的不错呀 打开窗户 高空中呼呼的风声 灌满了富明杰的耳朵 今晚没有月亮 在自己准备爬上去的玻璃面壁上 正好挨着酒店的霓虹灯招牌 霓虹灯光正是自己的掩护色 富明杰爬出窗外 开启了吸力功能 一手一脚的慢慢向着32层爬了过去 到了31层的窗外 可以发现 整整31层没有一盏灯光 这只能说明自己的推测准确 刘晶晶其实是包下了两层 将31层作为了缓冲区 预防任何变数 但是 他一定想不到自己是从天而降的吧 富明杰使劲咽了口头 这个技能养成戏 其实已经将自己的身体 协调性改造得很好了 只可惜 还是腿肚子发抖啊 该死的恐高啊 富明杰几乎是挣扎着来到了顶层 只有一个房间里亮着灯 不问客之 刘晶晶的会面地点就在那里 海童酒店的顶楼设计 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顶层朝上的一面 是一个露天游泳池 游泳池的旁边的屋顶 全都是用太阳能接收面板做成 这幸好是晚上 不然肯定变成烤乳猪啊 富明杰亲手捏脚地 爬到地亮灯的房间顶上 仔细观察了周围的状况 这个漆黑的夜里 沉寂的高空 的确除了自己和大风 就再也没有别的了 接下来要做的 富明杰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类似听诊器的玩意儿 紧紧地贴在屋顶上 将耳机塞进耳朵 这个就是微型振动窃听器 能通过声音的振动 分辨出屋里的人所说的内容 这全是特工专用的器械 没有唐柔 的确是万万弄不到的 刚刚装好就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一个熟悉的想让富明杰打破屋顶 下去掐死她的声音 刘晶晶的声音 我们终于见面了 刘晶晶的声音 似乎真的很惊喜 芷芝娃娃 两个日本人夜奇说了句什么 既能养成器上 历史有了提示 是否启动翻译功能 这很有问 请选择字幕模式或语言模式 自己的耳朵还要窃听呢 自然是选择字幕模式了 接下来的谈话 傅明杰听起来就十分轻松了 在下面进行翻译前 标准的翻译就已经显示在了墨镜上 那个声音沙哑的是山本 声音尖利的是田下 山本道 我们会面的安全性 是否已经经过落实啊 刘晶晶的声音很得意 山本先生机关放戏 这个房间已经扫描过了 没有窃听装置 且我们是在景天极高的建筑顶层 就是苍蝇也飞不上来 靠 什么破比喻啊 你为什么不说 就算超人也飞不上来啊 田下嗡了一声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我们早些进入正题吧 刘晶晶有很大的声音 有很讨好的语气道 哎 靠 你这小畜生 啊 好好的中国话不说 学什么日本话呀 我们三森集团 历来从事的 都是能源方面的声音 这一点 想必刘先生也很清楚 天下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里显露出的骄傲 惊喜可见 刘晶晶一叠声的 嗯 你也知道 若不是日本现在正在 经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我们三森集团 再绝不会同意 和你们这样的小企业 进行这样的合作 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又是一连串的 嗯 所谓大灾难 应该指的是 现在日本正在爆发的 海啸和地震 还有核电所的爆炸事故 但这个天下的口气 还真不是一般的大呀 飙风集团这样在国内 也算是首居一指的大企业 在他嘴里 居然变成了小企业 这个三森是个神马玩意啊 查询三森企业 有技能养成器实在是很方便 什么资料 信手就能拈来 三森企业旗下 主要经营能源和武器 等相关重工制作 名义上虽然是私营 但暗中由日本政府操控 为政府服务 后面详细列举了一系列 关于数年今三森企业 制造的产品系列和大时机 可以看出三森集团 实际做的就是日本政府 明面上不方便出面做的事情 包括武器贩卖 能源贩卖等等 这家企业的股价 最低是一万美元一股 这个豪价能够充分展示 他的经济实力是多么惊人呢 刘晶晶咳嗽两声 我们董事长也很清楚 现在正是我们飙风 和三森企业合作的最佳时机 我们用的资源 想必不论哪个企业 都会愿意和我们合作的 天下沉默了片刻 山本联盟道 那时那时 这就是我们合作的基础 这次我们是带着 绝大的诚意来的 这里是我们提出的合作细则 请刘先生过目 华语 这是手写的 听不到啊 要是能透视 是否启动透视功能 你早说 无法透视 无法透视 这种太阳灯面板 原来不能透视 见你的鬼 白高兴了一场 这会儿功夫 刘晶晶估计是已经看完了 长长地吸了口气 这个 利益分成的比例 刘先生 你要知道 我们出的是大投资机 自然要占大部分收益 这是商场的简单规则 你不可能连这都不懂的 天下打断了刘晶晶的发言 刘晶晶也不生气 只是嗡了一声 本来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但可惜 我们董事长有交代 如果利益达不到5比5 我们是无法进行合作的呀 你们董事长呢 天下有些激动 你叫他来 他连面都不露 若是你做不了主 有必要和我们会面吗 刘晶晶轻轻笑了一声 天下先生 少安无躁 我们董事长 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件事也不是最重要的呀 传来有人豁然起立的声音 既然如此 那我们不谈也罢 是这个天下发飙了 沉默呀 刘晶晶没有说话 突然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不问客制 他不但没有着急 反而好整以暇地点了颗烟 天下局 别着急 别着急啊 山本打员场的声音出现了 这两位配合得还真好 一个红脸 一个白脸 看来 这一系列的事情 都是演练了不止好多遍的 如果谈不下去也没有关系 我在这里准备了很丰盛的晚会 两位大可享受一晚 明天的飞机票也由我赠送 相信你们也知道 俄罗斯人和德国人 都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 如果我们谈不拢 我接下来就和他们回面好了 武成就武成 天下没有犹豫 连嘴脸都变了 但是其余的条件不能变更 刘晶晶沉默了一会儿 成交 刘总 白小姐来了 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个所谓的白小姐 应该就是电梯里遇见的白兵了 快请接 不多赏 有高跟鞋的声音传了进来 还有几个粗重如牛的喘息声 肯定是后面搬箱子的人 你们把它装上就出去吧 刘晶晶道 开箱子的声音 直直嘎嘎嘎地传出来 天下的声音变得有些微小 这 这位是 刘晶晶干咳了两声 这位是我们这里著名的大明星 白兵小姐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两个日本男人的声音都响了起来 争心恐后 看样子神迷晕了 白兵似乎得夜眉里 镜子对刘晶晶道 老爷子对你现在的表现 很不满意 叫我给你带句话 叫你好似为之 若是摆不平 那个叫什么明杰的 你自己知道结果 刘晶晶吸了口气 是 自己的威名远播呀 那个董事长 应该就是像把风了 自己和他面都没见 他就已经知道自己了 不过 怎么听这个白兵的语气 也不像是被刘晶晶请来做陪的 倒像是特派员似的 难不成他是像霸风的什么人 这是一套专业的秘密远程视频对话系统 你要和这两位面对面的交流 以后 你也通过这一套设备和他通话 这套设备是标风集团 科研自主研发的 不会被窃听和跟踪 是 刘晶晶的态度十分恭敬 对白兵的态度 简直就是下级对上级 白兵突然转了一道口气 用标准的日文道 两位辛苦了 我们董事长 偷我转达他对你们的问候 并祝愿我们合作愉快 白小姐的日语说得真好 太感谢小先生了 两个人的回答 暴露了天下对美色的追逐 大过对事业来追逐啊 机器估计是装好了 一个经过处理过的金属声音 传了出来 天下新生 山本新生 你们好 你好 傅明杰突然发现 这经过处理的声音 还真是很好听啊 还讲的 赶明儿自己也弄一个 标风集团形势谨慎 只从这个细节 便可见一斑 自己研发通信设备 掌握了技术的 私密性 就掌握了保密性 商场如战场这句话 可真是一点也不错呀 内容一开始 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 无非就是向霸风表达了 他对合作未来前景的憧憬 和对这两个日本人的欢迎 然后这两个日本人 也说了一番类似的话 然后终于进入正题了 佐藤先生十分担心 我们能有多大把握达成目的 所以请给我们交个底 请转告佐藤先生 利比亚目前的局势旁观者清 大家都知道 卡扎菲执政超过四十年 一直由他掌握的石油资源 极大的损害了几个大国的经济利益 这一次不止内乱者希望颠覆他 实际上所有的大国 都希望能自己扶持的势力 来取代他 这众多反对势力之中 最有势力的打笔 跟我是过命的交情啊 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希望和您合作啊 天下不赢不赢的道 是的 除非我亲自出马 不然打笔可是什么人也不理会的 若不是这层关系 我们亚洲国家哪里切得进去啊 即便关系再好 若是打笔不能当权 我们的一切大计都毁了 天下继续道 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他 相信三森企业的眼光是远大的 以利比亚的石油资源 不论是多大的投资 回报都将是巨大的 值得的 除了资金支持 我将会拜托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前去帮助打笔 这个人的名字叫 袁宇 不方告诉你 这个人是当今这个世上最优秀的战术战略专家 有他的帮忙 打笔当政 是迟早的事啊 天下的牙似乎咬得嘎嘣嘎嘣脆啊 既然向先生这般有把握 我们三森企业也不是赌不起的 祝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有香槟爆盖子的声音 看来都是准备好了的呀 结议完成 今天两位就在这里好好娱乐 多谢乡先生 像霸风的声音消失了 剩下的就是捧杯的声音了 风鸣接吸了一口气 几乎将屋顶的大风 一口气全都给吸到飞里去 大秘密 自己刚刚听到的 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秘密啊 这件事组合了几个集团 甚至是几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啊 飙风集团 虽然是国内知名的大企业 最渴望的就是国际影响力 将手伸向国际是迟早的事啊 飙风差的 不过就是一个契机啊 三森集团的背后是日本政府 日本现在的状况众所皆知 海啸 地震 核电站爆炸 日本政府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解决能源危机 缓解国内矛盾 无论什么样的机会 他们都不会错过的 利比亚全称是 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 北非国家 战略位置重要 又是产石油国 曾使它成为欧洲各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但因该国政府反对西方霸权主义 使其在政治上一直被西方国家排斥 所以这一次国内骚乱 政治暴动 成为了各国追逐的焦点 都希望在这次暴乱后 能掌握利比亚的石油资源 既能养成器上 出现了达比此人的数据资料 达比 53岁 利比亚最大反对军领袖 自称为天神 以残忍耗杀主义 图像即便是使用清晰处理 也看不到心 这鬼地方的人 总喜欢戴着各式各样的头巾 严重阻碍视线 只知道这人有大胡子 才帮子突出 看不到眼睛 这样的一个人 掌握着最大的一支武装叛军 并且很有可能推翻 现在的卡扎菲政府 成为利比亚新的统治者 这样一个人 和飙风集团的董事长 象霸风交情极好 这个象霸风交友也太广泛了些吧 变搜既能养成器 也搜索不到 能将象霸风和达比之间 联系起来的资料 看来他们的故事 知道的人少得不能再少 甚至可能两人多年来 就不曾联系过 傅明杰摸了摸鼻子 吸了口气 事情已经摸清楚了 不过这件事和自己 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 飙风集团现在 无非就是想要借用 三森集团的大量资金 搭上他和达比的交情 对达比进行大量的经济支持 说穿了 这就是一种投资啊 一种政治投资 这种政治投资 获得的收益 完全可以想象 潜力会有多么巨大 就是前期的经济投入 太惊人了一些 象霸风 老脚化老脚化的 不过出了个关系 就套得了大量的成本投资 减低了自己极大的风险 就算失败 对飙风而言 也没有任何损失啊 符合这头老狼的一贯作风 明知道是不划算 但日本人现在 就是病急乱投意 飞往里面跳不可 不能不说 飙风向国际进军的最好时机 的确已经出现了 一旦成功 占据能源买卖的优势 飙风将很快超过秦氏企业 秦氏企业一旦被打垮 秦运 傅明杰突然打了个哆嗦 谁说不关自己的事啊 秦老爷子 现在正是用秦氏企业 当做秦运挡箭牌 想必像霸风 也很清楚这一点 他这么做 正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打垮秦氏企业 得到秦运 自己能眼睁睁地 看着秦运 落进这老东西的手里吗 靠 一万个不可能啊 可以请白小姐喝杯酒吗 窃听器里 突然传出了天下的声音 这老色鬼 果然打起了白冰的主意啊 白冰的冷哼 在这么远都听得见 只听到高跟鞋 蹬蹬远去的声音 竟是一句话也没说 转身出去了 刘晶晶赶紧打圆场 我已经为两位 准备了丰富的晚会 就在隔壁房间 干了这一杯 我们签了字 我带你们过去 天下和山本没有结化 气氛有些尴尬 刘晶晶哭笑道 白冰小姐 可是我们董事长的红人 的确是不能 山本吸了口气 你们有句话叫 君子不夺人所好 既然是你们董事长的人 也就罢了 干杯 碰杯着 不多赏 有钢笔尖 在纸张上滑动的声音 看来签约已经完成了 祝我们合作愉快 碰杯声 但是 天下又用很小的声音 说了一句 真的没办法吗 还有一句认识 实际上 有钢笔尼 有钢笔尔